《鱼雷作品》 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事秋风悲化善 等闲便却故人心 却到故人心意变 人生若只如初见 浮华尘世 过眼云烟 只是那如初的一个残念 那蓝容若的一生 何尝不是一处落雪的霜举 虽然生于大富大贵之家 但是孤苦寂寞 历经情感波折 痛彻心扉的思念 追忆 无奈 伤心 都祸着泪咽下去了 自是天上痴情种 不是人间富贵花 她用三十一年韶华 诗酒愁红颜 笑苍生 但难去心头的寂寞和清冷 深情若许 终还是无力换回那段 薄浅的情缘 财高旷市 缠心若连 淡漠幽香 织就了缥缈的饮水瓷 独杯残阳上小楼 谁家御敌 韵偏忧 一行白燕摇天幕 几点黄花 满地秋 浓华如梦水东流 人间所事堪惆怅 莫向横堂 向旧游 世事辗转山河依旧 渐次更迭 风云变幻 历史已经被岁月的风沙掩埋 只留下惊鸿一撇的踪迹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鹿亦如电 英作如世观 来如朝露 去似流云 独以楼台 看残阳如雪 一只孤红 见世于天际 水灵通风 有的水灵通风 一只孤红 许商 黑是一只流 有的水灵通风 只留下层的水灵通风 一心只想烹茶煮酒 静坐幽窗 交锋识字与眉说缠 如此平淡简单安静的生活 于纳兰荣若而言 惊意是不能 人生服饰有太多的身不由己 纵观古今 一网追悉 那些顿入空门的高僧大德 隐居室外的咸性意识 莫不是在看尽了事态荣辱 饱长尘尖炎凉之后 放下执念 寄心以一川山水 一轮明月 一缕清风 在自然中移养身心 于山林中忘却沉念 求得灵魂的超脱与从容 一念放下 万般自在 佛经寄予给迷蒙的心灵 燃起了一盏心灯 指了一条柳暗花明的路 只是又有谁真的能够抛却一切 与清风作诗 呼而唤美酒 邀明月共饮 坐山休空缠 圆剧圆散 莫然回首 清泪暗谈 月有阴晴圆缺 人有悲欢离合 一度思量 一阵心痛 莫追忆 人生若止 如初见 初见经验 曾经沧海 早已是换了人间 有谁 许我共俭一段 菩提时光 伴随着一轮圆月 一束寒霉 煮一壶云水缠心 饮一杯清心精明 鸟鸟香分中 青触纳蓝容若 并肩去找青梅无邪 携手来看月色下 满池素色和脸 我是鸟雷 我是鱼雷 再会 鱼雷作品 叠边似花 花间华 飞花 花羲花 花些叠飞 似花呀 蝶飞黄吹花 花蝶金如蝶种花 花冬如蝶蝶脸花 蝶飞花在孤子江 花仨蝶蝶蝶蝶花 蝶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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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